用3米斧也OK,用VIRU函数也OK 至于用哪一个,你大概自己 前提就是你用 可以把正确的快速的把事情做完 当然用哪一个其实都无所谓 OK,所以这边注意 也就是说解决的方法 绝对不会是只有单一个 那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用哪一个方法 做事情比较有效率 而且不容易出错 那个就是好方法 所以学习工具的话 并不一定说要拘泥说 你要用只是单一个 所以其实通常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尽量还是不要一直抓六角尖 反正事情做完为原则 那至于你要怎么做 最顺畅最圆融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也就是在那个处理问题上面的话 真的是不是只有单一个 单一个标准答案 有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也可以加入一些 我觉得对人文素养 我只是用在工具上面 让这个工具更有人文素养一点点 OK,那这样用起来会更加的友善 OK,在这地方请各位大家了解一下 好,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呢我们需要什么 加上按钮VBA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本来会有另外一个第三个 不过因为这一题 它跨工作表 所以其实难度会太高 其实第三个是说呢 我们不要丢公式 而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资料查到直接带过来 该是难度太高 所以这个我就不做了 我们就做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清掉资料 一个是什么呢 就把这个公式直接丢过来 这样就OK了 里面其实直接让直立上 就是把刚刚的公式再把它输出到这个范围里面而已 这个我想我们前面都有做过 那差别只是说 今天的这个部分呢 难度会比较高 为什么因为它的公式 哇这么长一串 所以你贴的话也要贴正确 所以清除 然后把烟锡时速再帮我加过来 OK 那做法呢 当然前面都有讲过啦 所以我比较快一点的 把那个重点带一下 那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两个按钮 所以对到两个按钮的话呢 就对到两个sub 所以一 开启VBA 二的话呢 就是再怎么样 再到这个VBA 里面 因为我要这两个按钮 所以我需要一个模组 所以一样嘛 你就插入一个模组 当然这个模组 假设原来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把它先删掉 重来一下 OK 然后按右键嘛 插入模组就好了 然后将来你考试的话 你就打一个什么 打个sub 空一格 然后把那个 研习时速 这个名称 放到这边 按enter就好了 它会自动加什么 加这个小瓜5个 按entersub 那我们就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头跟尾的这个程序 那再来写什么呢 其实一样嘛 这我前面都写过了 我们就for i 所以有点像套公式 for i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 到向下追踪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找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好像是21 所以到21 enter两下打一个net ok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把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 放公式 所以这个储存格 就是sales i列的第几栏呢 第B栏 你就把这个 等于先空置串 给它就可以了 这个我 我们前面写的还蛮多的 那你可以先写完这个 把这一段程式呢 复制到下面去 做什么呢 把它改成 延期时速清除 实际上底下这个部分 就是清除 那它跟那个什么呢 出租公式最大的不一样 是说什么 它的这个双引号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 把公式放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这边里面的公式 复制贴过来就ok了 那所以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其实城市的架构 都做完了 接下来是什么 把这个公式贴到这边 贴的时候记得 这个公式里面呢 如果有双引号 记得把它取代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 另外第二个是 要把列号呢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 有个看 一 再把这个公式复制 复制完记得取消一下 如果你不取消 如果你没有按这个取消 你现在切到V就被 会点不进去 因为它优标还在这里 所以记得把优标 取消一下 再切到V就basic 把公式贴上就可以了 我可以做到V就好 我可以做到V就好 我可以做到V就好